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第三代发展经济学 因为原来它是结构主义 后来变成新结构主义 现在变成新结构经济学 但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构国民 因为经济学 现在经济学最早开始从养当时 其实亚当使命它的全称 就是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al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ure 它实际上也是在研究国家发展 所以发展经济学一开始 现在经济学一开始就在研究国家发展 那后来续分了 混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等等 这些不同的领域 但不同的领域 它不同的发展程度的国家 应该因为它的结构有差异性 所以它经济运行的是有不同的 那么新结构经济学 它研究的是 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的结构 只要从比较低的结构 变成比较高的结构 这是发展的问题 只要从一个扭曲的结构 变成没有扭曲的结构 这是转型的问题 但是很重要的要研究 在不同的发展程度的结构下 它什么样的政策是比较好 这些政策 包括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教育政策 空圈布局 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 也就是呢 现代经济学 所涵盖各个领域 都应该有结构的视角 因此它是一个结构的革命 那么这是一个理论创新的进化 因为现在的理论里面 它不是个结构 那我们把结构引进去 用了很多新的视角 所以都是理论创新 它是一个理论创新的进化 而且呢 它这也不只是为了创新的创新 因为只有你把这种结构的视角引进去以后 这样的理论 才能够真正实现 帮助我们认识世界 同时呢 帮助我们改造世界 而且我认为呢 只有能够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 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 我们现在有很多好像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 比如说 产权的理论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比如说这个产权的理论 比如说像 海尔克的理论 好像是讲说 这个 这个政府呢 它是不可能解决信息的问题了 然后你再看 化成的国家确许 有政府策务干预的这些 讲这些问题好像都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物理呢 按照那样做的结构怎么办 按照那样做的结构啊 一般呢 可能都更糟 而且我们现在在很多有名的这些主流思想当中 很多认识可能是有问题的 也比如说 在三世纪 最后讲一点 在上世纪 三十年代以后 有一个社会主义大辩论 这个Oscar Lane 跟海耶克的辩论 那么 海耶克跟Oscar Lane 跟海耶克的辩论当中 有一个很大的辩论就是说 在计划经济当中 有没有办法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 那么海耶克的辩论是说 市场的心情非常地分散 所以不可能由国家计划 来解决这个信息的问题 让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那Oscar Lane 他就讲说 我不必用市场来决定下 我可以用模拟价格的方式 比如说我可以用国家计划 我这个国家计划 我这个国家计划 我每天公布各种产品的价格 然后公布了价格以后 在我这个经济当中的区别来 申报 在这个价格上你要生产多少 然后呢 如果价格定的太高的话 那么 用力生产的多了 工具就会过剩 对不对 在这种东方之下的话 那那个计划部门 就可以把价格调逼 然后呢 得关注军同价 这就是模拟市场的方式 理论上很清楚 对不对 那完全可以 而且呢 按照Oscar Lane 所以说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市场的 这个 这个 市场的话 你是必须 在市场当中去 做了以后 再来调整 那当初很浪费 所以你还可以避免它 理论上讲好像 比市场还好 然后这个手法呢 在七十年代以前 大家当中的Oscar Lane 还六十五 因为呢 那六十代 在七十年代以前 如果你说 他自己的配置一定是無效的 那怎麼會 三十年代的時候 西方發生大教堂 然後 初戀經濟豐富發展 而且初戀經濟不是在三十年代豐富發展 他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時候 比西方經濟發展還很好 所以赫魯賢夫 在聯合國參加會議的時候 碰到肯麗底 然後兩個人對話的時候 後來講說 We will bear you 我們社會組合計劃經濟會埋葬資格準備進行 因為你們的發展不一樣 所以當時大家都認為 奧斯卡的一個人 但是現在大家都認為是 因為現在蘇聯崩潰了 就是計劃經濟崩潰了 都認為是奧斯卡的一個人 但都認為是奈利特林的對不對 但是我認為 那是奧斯卡的一個人沒有贏 海域克你贏 我們也講說海域克沒贏 如果海域克贏的話 應該不用等到五十年以後才贏 對不對 如果說海域克認為說 國家他完全沒有辦法處理信息 他資源推出一定是無效的 那應該是一九二九年 十二十年開始推出計劃經濟就出現了 一九三年應該出現 一九三一年應該出現了 怎麼等到五十年以後才發現說 他訊息就不正確了 所以大家認為海域克贏了 也不對 他總共五十年都才贏 他應該贏的話 當年就贏了 對不對 然後呢 我認為 我認為 奧斯卡拉格贏也沒有贏 因為如果奧斯卡拉格贏的話 資源應該是有效配置 市場應該是均衡的 但是我們知道計劃經濟 它是長線產品永遠是長線的 短線產品永遠是短線的 所以計劃經濟又被稱為短線經濟 就是本來把計劃經濟作為短線 你確實到處是短線啊 那這樣有短線就是長維俊納 所以奧斯卡拉格贏也沒有贏 那這對語言是誰呢 新杰國經濟學 為什麼說新杰國經濟學贏呢 為什麼要說新杰國經濟學贏呢 因為從新杰國經濟學比較不來看 計劃經濟它是靠國家動員資源來發展 這是國環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對不對 那計劃經濟呢 在動員資源去發展這些重工業 它是有效的 而且你在投資以重工業的時候 只要有投資 經濟就有增長 但是呢你這個經濟增長投資決定是什麼呢 你國家動員的能力 開始要投資重工業很少 要動員資源投資重工業很容易 可是你的重工業越見越大 然後如果你要維持增長 是不是要動員的資源越來越多 那資源是有限的 你到最後的話 你資源動員的成本越來越高 投資的數目就越來越滿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它的經濟增長數目一定能滿強的 而且從新界國經濟學的角度 來看的話 這種靠資源動員來發展 這種先進的產業 它的限制因素 源於資源和動員的程度 所以我在2007年的馬修爾講座上面 2007年的馬修爾講座上面 我提出的一個講說 就是說你這種資源動員的程度決定 兩個因素 一個就是說 你這個國家的人均資源豐富的程度 人均資源越豐富 那你動員人均資源來保護補貼這種 違反比特洋學的程度 能力就越強 第二個呢 是聯口規模 聯口規模越來越大 讓每個人幾億點可以幾億不少資源 用這兩個來決定 一個國家推行這種 違反比特洋學的產業發展的 這種時間 那麼 這兩個 來解釋 為什麼呢 在俄羅斯系列的80年代 才出現他的問題 但是其他國家 來上 中國優先發展的時間 基本上可以用這兩個變量來解釋 所以這樣的話 並不是 歐斯卡那個解決的 這種 這個 價格的問題 解決資源配付的問題 而是 它靠資源的動員投資營 它有優先發展的產業 優先發展的產業可以發展 但是 不優先發展的產業 它只不到資源 所以短距離又到處存在 然後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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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會得也沒有 因為 如果說我要發展的產業是特別的 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實際上呢 它有很多 leaf can use 不然的話 俄羅斯不會維持 50年的 比較西貓還更快的經濟 並且 今天我們有時間想了 實際上在產業發展過程當中 每個國家都可以利用很多信息的 而且政府總要花一個作用 你比如說花朗國家 它進行發展是技術要產品產業要產生申請 花朗國家技術要產品產業要產生申請 它都必須自己發明 發明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R 一個是B 開花 這是基礎科研 基礎科研取業就要引到的經濟性 這很沒錯 新唐明開花 取業就要引到的經濟性 因為我開花新唐明新基礎科研的包專領 雖然風險很大 但是它願意做 可是基礎科研呢 不願做 基礎科研都出來的執行 一篇論文 是一個公共知識 可是如果你不做基礎科研 如果你不做基礎科研 那麼你就等於新技術 新唐明的開花就是無言之水 因此國家就必須投資基礎科研 但是國家可以 投資的基礎科研太多了 但是國家可以用的資金總是有限 因此他在基礎科研的投資上面 他就必須選擇 什麼樣的基礎科研我決定支持 然後他這個決定支持的話 他大概要考慮 這樣的基礎科研投入了以後 可能對我產業什麼樣的影響 而這個產業對我經濟發展 國防安全 社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所以國家是必須靠這樣一個判斷 來決定投資哪些基礎科研 而他決定了這些基礎科研 都決定這個國家產業技術的環境 那你說 國家在這些基礎科研上面 他也不是隨意的 他決定是要判斷 判斷這裡面 有的可能來自於科學家 有些可能是來自於實業界 有些那些國家跟實業界 一起來討論未來的發展方向 可能是怎麼樣 所以並不是需要 還有一個說 一點信息都沒有 而且一點錯誤 那如果發展跟國家的話 在產業升級上面 技術創新上面 那時候過來的人 更有化大國家的經驗可以做參考 無歸就說你怎麼去判斷哪個產業系統比較優勢 那麼新建國經濟學 就化成出了一個叫做 增長增北跟英勢力道這樣的一個通價 對於我們中文化的很多的國家 又把我們產業翻證了不同類型的產業 有些是在追加 有些已經世界裡宣的 有些已經是比較弱勢的 有些呢 他是短周期的 他的人化以電力資本為主的 那麼我們作為一個電力資本大國 我們也可以跟化大國家直接競爭了 最後一個呢 是跟戰略訓 跟安全有關的 經濟安全有關的 經濟安全有關的 那美子外混亂以後 其實有很多信息可以用 並不是上海耶克整個說 任何信息 國家都不可能知道 所以在化大國家 最近呢 在外國跟非常有名的馬斯克克都寫了書 化大國家的戰略是一個企業家型的戰略 因為他研究向美國 現在在國際上領先的產業實際上都是國家支持出來的 所以他是一個企業家型的選擇 他並不是說 上海耶克講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知道 只有市場競爭才能知道 那麼這是這樣的 而且呢就像 比如說在化大國家 從企業家自己的角度來看 這個 這個 像扎克普 還有人像 Bill Gates 他們行動政府跟市場的關係 跟情侶家的關係 他們兩個人都講過 the government needs the enterprises in our words 政府引導 企業家創新 為什麼是政府引導 企業家創新呢 因為政府在基礎科研的投資方向 就決定了企業家加拿 他技術方形跟產業發展的方向 然後很多重要的 比如說現在 氣候變軟是個全球的問題 這個氣候變軟呢 它需要技術科 那些綠色技術 結論技術 然後呢 但是呢 這種技術的發展 決定這個基礎科研是不是如何 然後 企業家不應該做基礎科研 對全世界來講 應對氣候變軟是非常重要的 應對氣候變軟 對企業上會帶來很重要的 可是 儲惠在國家對基礎科研做了足夠大的活動 所以 在販蓋上 在販蓋上的基礎科研做了一些 像這個 在很多場 包括在北大一次報告裡面 也記得 在販蓋上的 所以他認為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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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kar Lange也沒有解決的軍能價格的問題 但是呢 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 也不是對市場的資源配置等等一切都不容易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金融說我希望大家抓住這個時代便宜的機遇 然後呢 個人的事業發展 做出光線 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在實施跟改造世界的統一 現在這個新德國經濟學院就因為我個人呢 也發表了不少的書 不少的文章 你們可以多參考 歡迎各位來加入新德國經濟學院 這樣的一個時代給我們的居民 謝謝